纽西兰今天新增12起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患者都和奥克兰感染群有关联 纽西兰总理阿登恩今天宣布 将会延长封锁奥克兰长达12天 并且将警戒维持在第三级别 在此级别下 所有商店、学校与公共设施都被强制关闭 引致我们一整个两个月 我们现在的预期是 这段时间 固定的固域会认识 会被疲惫 我们可以移到第二级别 奥克兰 纽西兰新三才宣布封锁最大城市奥克兰三天 随着确诊病例进入不攀升 当局唯有再寄出更严格的封锁定 今天新增的12宗确诊病例 已经让纽西兰的活跃病例总数上升到48起 而全国确诊病例总数则是1251起